之前咱们还有一个学生 然后他说他的主管 他说他的老男孩学 然后说是我教嘛 然后15期的 这个哥们的主管就说 那个是Alex 对之前他是我学生 对然后说这个名我也不认识他 我也不知道这个是吧 认识你也是不认识 OK 好了 断了没有了 没有了断了 断了 木断了 断了吗 断了 断了 你们也不说 我不说的 现在呢 还是不行 来同志们 你接下来要干嘛呢 是不是一敲执行 把这里选择的和 和那个什么 这个命令 都提交到后台 对不对 啊 好了 但是前提 你还要做一些验证 说 如果我在这里没有选择主机 你能让他执行吗 对不对 如果没有输入命令 你能让执行吗 都得做验证 对不对 所以我这个执行 会 会 这个地方 会产生一个onclick的时间 onclick就是什么呢 叫post cmd吧 是吧 posttask吧 行不行啊 或者create task posttask 然后 task area 里面的应该就是 task info 这个地方应该是cmd 你说啥 这是老和我们一起上课 谁啊 刚才后期了 张世杰 又又跟下课 愣详杰 张世杰 张世杰 都跟下课了 今天我又看你 张世杰在跟架构吧 你们知道我这里有架构吗 刚才那是架构 好 那啥好学 玩过 还可以 虽然不是我讲 我学一阶段我也讲不了 open stack不是我讲 open stack其他人讲 我们其他的讲师 咱们这要什么人没有啊 对吧 来 posttask 此时 此时 我讲 此时呢 你现在要先做一个什么呀 你是不是要先 sorry 你要把那个选择的主机和那个输入的命令给它提取出来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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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们 哎呀 这流测到时候还得涨价了 哎呀 还听客 选择的选择的那些主机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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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出来呢 没有啊 没有啊 但是它是 它是这个什么呀 它是这个什么呀 它是checkbox啊 那其实我其实我只需要把这个 我看看哪里啊 就是这个主机列表这个栏里的下面所有的checkbox给它取出来 是不是就OK了 sorry 所有选中的checkbox给它取出来 是不是就OK啊 对吧 嗯 bindhost 对 在这个bindhost的下面所有的 bindhost下的什么呢 是input对不对 对吧 对吧 等于一个 type等于一个checkbox的 是吧 但是这样是不是取出所有来了 我是不是想要选中的checkbox checkbox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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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过滤啊 在哪里冒号啊 在input后面直接冒号是吧 是这样吗 是这样吗 是这样是吧 嗯 草牛逼 来 试一下 selectedhost 这是列出来的哪些啊 几个input是不是四个啊 好像确实是对是吧 嗯 我现在列三个的话 再来点一下这些啊 没错吧 嗯 然后 哎 我靠 牛逼啊 我的车 然后拿到每个里面的value 是不是就OK了 对吧 嗯 value就是它的bindhost的那个id 所以呢 else 然后 同时 再生成一个什么呢 什么呢 bindhost 生成一个空的数组 好吧 然后 循环 高了点each是吧 然后selected elements 然后function 然后index al 然后什么呢 selectedhost.push ble.bl 是不是这样啊 没错吧 然后最后selectedhost.push 是不是ok了 对吧 对吧 然后我们来试一下 选了三台机器 啊 折球 哈 这样就行了 这是GS的用法 value吧 对吧 只行 是我 获取到了 太喜欢用一个 获取到了 对吗 哥 获取获取到了 嗯 获取到了之后 来你看他有重复的 重复没关系啊 后台或者前台 给他集合一下火波 两位是不是ok了 好 好了 拿到了这个之后 哎 是不是还要拿这个执行的命令啊 啊 执行的命令 然后 嗯 嗯 啥 那 cmd 啊 这个简单 下摩地的一个 好 vr一下 有一个叫什么来着 vr vr 对吧 好了 同志们 同志们 你接下来判断的是 tram 是不是啊 把双方的空 就跟strip是一样的嘛 对不对 lens 如果等一个流 怎么办 什么 我知道 一会先拍到 先拍到这个 console点 log一下 是吧 啊 这个 稍等 先给你看一下 效果吧 我选中的主机 或者我什么也不选 是不是no cmd input 我是不是直接弹窗一下就行了 什么 那 这是这个 我就直接在这里return就行了 return 什么也不return 就不用走下一个了 然后这个如果通过了 我是不是还得判断 这个lens啊 对吧 啊 这个 lens 等一个流 是不是没选中主机啊 对不对 这个 你都可以各种美化啊 自己做一次了 没选主机吧 选了主机之后 是没执行命令啊 是没错了 对吧 走到这里没得错了之后 接下来 接下来 是不是开始去提交你这个数据了 提交你这个数据了 同志们 你把你这个data 给它做成一个 嗯 做成一个字典吧 OK吧 可以吧 啊 那 就叫 啊 task data 等于一个什么呢 啊 action 首先 action 是什么 multi cmdd 对不对 然后 cmdd ok cmd 等于什么呢 刚才cmd 然后 还有什么 selected selected bindhost 的一个 是不是这个 好了 把这个 是不是通过 post的形式 提交了后台啊 对吧 啊 post 怎么写了 点 post 然后什么 是不是 写个 UIL 写写写 没写 不知道吗 比如说叫task center吧 就是你提交的命令 或者是就都都提交到这修行啊 可以吧 task center 然后呢 你是不是 要把那个 data就是 data等于什么呢 是不是你刚才写的那个data呀 但这个data 来 OK 可以吧 然后 function 啊 方圣 是不是有个callback呀 记得吧 可以吧 好 好 然后 是不是写这个就可以了 是吧 可以理解哈 那 task cent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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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后 return 先随便 先随便return个东西吧 好吧 有返回值 随便 当然不止一个返回值了 好多东西呢 后面 啊 随便返回一个啊 ok 我们试一下 我们试一下好吧 可以吧 设训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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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会否逼的 为什么 是吧阿加斯给的拒绝了 这种pose的讲过吗 怎么处理啊 从张狗官网上考了一个代码是吧 他给你讲原理了吗 为什么我通过页面post提交 是不是写一个csrf就OK了 对吗 在那个form表单里 那你这个post怎么办呢 你这个post怎么办呢 是一样的 哎呀我的哥呀 不跟你讲原理了吗佩奇 来 咱们先看这个login这个页面好不好 login页面咱们看看后台 为什么加了一个前端加了一个这个东西之后后端就可以验证了呢 我们在这里呢打印一下 request post是个什么东西打印一下啊 然后 好 好 你看 哈哈 有什么 有什么 这不就seton这里面 这里 这是什么 看到这个了吗 你在form表单里写了一个csrf 你知道他干了什么吗 是不是放了一个隐藏的input啊 跟你们讲过没有啊 是不是放了一个在这里 在你这个form这个地方 看到没有啊 对不对 所以其实你自己的a架课斯只要能拿到这个隐藏的input的值 就ok了 你有意思吗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 但是 当然你要省事 啊 你到按佩奇的说法 到张国官网上直接copy一段代码 内段代码干的也是这个事情 可以了 可以了 他就是拿到这个csrf的值 然后给你这个这个什么 或者如果你不想懒得跑到官网上去copy了 你直接干嘛呢 对就很简单可以自己写啊 你看 你就可以写在你的tax area这个地方 哎 sorry 你的tax area在哪呢 这边有一个命令之行吧 对吧 你这边有一个 这个tax area吗 对吧 或者你写到整个页面任何一个地方都行啊 无所谓 写一个这个东西行不行 写完这个东西之后 你又知道什么呢 你又知道啊 的是 大家看 是不是一个heiden的 或者他的name 是不是input name 是不是就叫这个 你直接获取到csrf是不是就ok了 so so from from here to that 你可以自己写一个post task 吗 你就在你的这个全局这个地方 看哪个全局哪个地方 看哪个全局哪个地方 anyway 你就你就在你的index那里吧 自己在这里写一个v写一个叫function 然后呢叫getcsrf的什么呀 if的token 行不行啊 可以吧 然后 你就在这里 谁掉用你 你也不管 你就去去获取一个什么呢 获取一个 return一个 到了服下的 input下的 name等一个什么东西 是不是这个东西啊 你是不是获取到他的val 然后返回 是不是就ok了 对吧 所以我在我的multi cm whatever 这个地方 直接 或者你在这里返回 对 为了方便 你省得自己再写了 你返回的时候 应该 你应该返回一个这个东西 我的哥 你理解吗 你能理解吗 就是 你能理解吗 不能是吧 我是不是返回一 不是不是返回这个 我是不是 返回这么一对的 一个对数据之后 我带我那个 哎 这个带带带 带 带 gs里面的字典能更新吗 两个字典加在一块 不行吧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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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行 那还得 那你这个返回这个也没什么用 它的K 那就直接返回这个值吧 好吧 直接返回这个值 你自己还得在那里写一下 OK 返回了这个值之后 你呢 这个地方在提交的时候 你是不是加一个什么呀 就这个东西啊 是吧 等一个get 可以调用的啊 getcsrf 是不是就OK了 然后此时 你把你这个data 重新刷新 看看啊 走到主机管理批量命令 这个地方 然后 还有错吗 怎么还是forb的 看看后台 csrf的token missing or incorrect token有missing吗 我在这里 发送之前 给他提交一下 好吧 啊 I see I see 放到地方了 是不是应该放在这啊 我的哥 是吧 对吧 放到地方了啊 不好意思 这样是不是就OK了 对吧 就我把它放在这个data里面了 data 你 我想加字典是有原因的 anyway 是不是没问题了 callback是不是回来了 对不对 taskdown啊 没错吧 taskdown是在哪里提交的 none 就是task task怎么是个 none呢 data不是提交到后台的吗 data呀 前端也是data呀 可以print一下 request poster what happened呢 poster的问题了 好像确实 我靠还有问题了 你看 是不是 是他给他拼成一个命令 拼成一个字符号了 是吧 因为这也是个字典 这也是嗯 我之所以想加一个单独再加一个字段 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那个就是我后台想可以统一处 去去去去处理 就是通过一这一个字段就去处理了 嗯 其实我不加也行是吧 是吧 对吧 我后台不是拿不到这个命令复句吗 对吧 那我就这样把这个data给他去掉 还是把它拿到这里来 后到啊 在这里放到这 然后直接把这个task data 干嘛 是放到这 是不是他就本身就是一个字典了 对吧 但是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后台 怎么还是浪啊 你看还是有问题 给点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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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男东西无论 这个给不再反应 那还是改过来吧 是不是应该把它json在这streamfy一下就可以了呢 streamfy知道是什么意思吧 streamfy没讲过吗 没有 不是把那个 把它变成那个什么嘛 把它变成这个json哥是吧 把一个字典变成json哥是吧 来试一下 看行不行 估计你变成json哥是也不可以 在这 is not a function 还得可能是加上到达夫才能顺发 anyway 行行行 就这个 我知道怎么弄啊 省得费劲了 我就直接这样 还是 给它copy过来 data 等于一个 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再把 嗯 嗯 提交数据想扫回来 不费劲啊 不费劲不费劲啊 这就搞定了 来 只需要在这里 只需要在这里 在开始挑的挺阳刚 现在长得我都虚了 streamfy 什么呢 这个叫task data 应该就没问题了 what what 这啥 weber what 这一坨什么东西啊 what streamfy task data 好吧 来 这样应该问题就不大 这是 这是谁 这谁出问题了 可以了吧 对吧 对吧 然后这是data 然后这是他的function 这是提交数据方 这是他的callback 这是他的n的post 对不对 可以吧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效果啊 应该没问题了 你叫做一个 有个别人 你怎么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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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这个streamfy吗 streamfy吗 streamfy不是把它变成一个 Daisen格式吗 Daisen格式吗 怎么定义啊 怎么定义啊 Daisen past Jason 是什么 是解析 Daisen Daisen 对 task data 对 at 就是 ambassador 真坏怎么不行 serialize serialize 稍等 来试一下吧 我经常用这个 ajax post array 怎么不行呢 怎么会是这样呢 然后多了一堆括号 这个什么吧 Dollar Dollar parameters data Dollar parameter 是加个这个东西是吧 GQuery里面加个这个东西是吧 之前不用加这个东西 Dollar.param 是 然后 然后 task data 好像这样就行 你解决了 什么 你看这样可不可以 那我们这样试一下可不可以啊 他把它变成一个参数了 啊 task action 怎么等于等号了一堆 谢谢 我知道了最后一步 我之前用string file 是没问题的呀 嗯 别着急 今天把这个签单给我讲完了 好的哥 这里不是没贝壳 这是贝壳 只是说这个地方 我都经常这样用 怎么可能出问题呢 行了 现在知道了啊 我只需要把这个 这个都去掉 就这样就行了 你们不知道我在干嘛 对吧 没有 谢谢 我最大的优点就是懂得包容 对 来 搞定了 还闹 对 他闹没关系了 他闹没关系了 是因为你看这里 你看这个data 你看 我的哥 看到没有 是不是这个参数的已经在里面了 我是不是自己去取就行了 对吧 所以只需要它是什么 你把你这个点 通过这个prim 就是告诉这个task data 然后就是告诉这个post 说把这个不要当arrate处理 当做这个各个参数处理 理解这意思吧 当做这个post的参数处理 他就行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不用get 但是当然get data get不到了 但是我get这个什么selectedhost 什么的是不是都有了 那没用 怎么没用呢 获取到了吗 这不 对吧 这不获取到host了吗 对不对 然后我就 我就把这个信息 拿着这个数据 是不是在后台 到我后台的这个脚本里去去提交就行了 是吧 还没叫库 还还写吗 你们也不说话了 随便你吧 爱写不写吧 是不是 来 同志们看我给你打印一下这个选择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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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机 就直接就打印出来了吗 我不想显示这些 哎 中 怎么只是出来一个三 啊 对 你现在是不是一个列表啊 你取的是一个列表 你就不能用get进来 用什么呀 是不是用get list的呀 想过吧 出来了 那么还是在这边 对对对 ok so right now 好 接下来要干嘛 你们说 走到这一步来要干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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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起码应该输出你的执行认识领域的东西 反过这个应该是提交货台了吧 嗯 同志们 是不是要首先在数据库里创建一条记录 对不对 然后生成相应的信息 然后创建记录给这个用户返回一个任务ID 是不是ok了 是吧 所以呢 此时我注意了 我这个地方我就不在这里写了 我专门的在backend的下面 啊 或者那不是我就在这个地方写一个什么呢 写一个专门的task handle吧 比如说 task 还在听吗 request 把那个request传进来 然后此时我想request里面既包含了那个post的 既包含了post的数据 我想还有什么呢 好像不需要什么了 就传一个request进来就行了 然后 self then request 等一个request 然后呢 呃 你是不是得那个 把这个命令啊 并且会 就是把它提交过来的这个参数 你对解析嘛 对不对 啊 对吧 啊 就是 task passer吧 然后怎么怎么样 然后呢 所以你在这里 啊 你在这里干嘛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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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一个 你放一个 打他吧 注意了 首先 进来之后 不是生成这个实例之后呢 我要判断is valid is valid 你们要进行task passer 如果is valid 我就start 如果不valid 我就给用户返回错误 行不行 可以吗 啊 啊 就这样吧 好了 errors 那 同志们 去听 我在这个地方 is valid 里面 我是不是要验证这个 验证这个什么呀 不需要验证task passer 啊 task passer task passer 然后task passer里面 run什么呢 用什么呢 把那个 把那个 把那个选中的主机什么的都取出来 是不是 对吧 然后 task data 先等一个字典 然后呢 在这里 先干嘛呢 这个 这个我光 我跟你讲我现在只是说做了命令 执行 做了命令的什么 以后你还可能还会支持 那个什么呢 那个文件的 或什么对吧 所以你要想到这种扩展性 啊 所以那你不能写死 就是 其实你首先要判断你这种任务类型 是不是合法 对不对 那 if这个什么 ok 这就是 是action 对不对 action的话 request点 post点 get action action 必须要有 是不是 对吧 is now 对吧 action 等一个 action 然后还有什么呢 选中的主机 选中的主机是不是也得有啊 对吧 啊 选中的主机 就是 是 后来啊 人的主机怎么去 这样的你就得各个验证啊 get list selected host 不过有 干嘛 我总觉得这里有很多可以 游化的地方 但是呢 朋友们 这个选中的主机里面 是不是有可能有虫的东西啊 是吧 所以我是不是就顺便把这个虫给他去了呢 应该在这 是吧 等一个 等一个 set点 set什么呢 可以吧 这是一个列表吗 对吧 他给他去掉了 是不是接下来就是一个cmd了 啊 看起来 看起来一点都不高端 是不是啊 所以咱们今天早上跟我说 有一个同学在路上遇到我说 哎呀 现在得到一个公司的offer 说去哪儿还心里没底儿 之前没做过运维开发 之前做运维的 心里没底儿敢去 给的工资确实挺高的 但是我现在你看 运维开发就干这些破事儿 一点一点进入含量都没有 他心里也也还去面试啊 啊 那怎么面试这样子 人家成了 那就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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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敢去 对吧 就有你这种破例就能成事儿 哈哈哈哈 对吧 不是 这种东西你开始不会 你休息了 你干几天就会 对 我就说他不是不会 他就没 没底儿嘛 所以你发现 其实没什么难的 什么东西编一编 都都那么容易 好了 那同志们 现在这些搞完了之后 我就 我就是不是就生成了一个 task data 对吧 注意了 我这个因为要验证嘛 验证就是 其实说白了 你这里就是 如果你没有action 你其实你就在这里 你是不是就得加else啊 对吧 就是 self.errors.append 什么呢 那判的什么呢 这个 比如说 那儿又没听话给我接着接着 我也就已经干预 Lack of 嗯 在这公司也行 啥 啥 那儿又没听话给我接着接着 我也去干的 五一三二修去 好 好 写成这个什么吧 写成这个什么吧 老师 我俩介绍一个公司 我俩给一个公司 我俩给一个公司 二八一队的 是不是 五一 你再带呼叫呗 我敢用嘛 你不得弄死我啊 一天得折磨死你 对啊 没怂啊 你没学好 我怎么给你找啊 你发个什么呀 对吧 这不能赖我呀 你人有人能学好啊 你为什么学不好 来给刘江介绍工作 刘江刘江 刘江 刘江都看不上 我给他介绍工作 来同志们 此时Task Passer 做完了之后 同志们 追了 谁说报分配 还报分配 你蓝祥呢 还给你报分配 如果有这个 如果有这个 Avers 是不是就得 Return False 对吧 然后在这里 Start 就是 所以对吧 如果没有 你就就就 就就没关系了 对吧 接下来Start Start什么呢 是不是你得这个 你得这个 什么呀 就是要干什么事了 你不是在数据库里 要创建相应的记录啊 对吧 OK 然后什么 Validation 先写什么 Validation 然后 Go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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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Going 先做这个调试 走到这儿好不好 然后 什么 什么 主机前线 什么主机前线 什么主机前线 他发一个主机前线 部长说的对啊 就是按说 其实你在这里还要做验证 就跟跟这个用户 真正有的那个权限 在数据库里 他能操控那个权限 还要应该做一个对比 是不是 然后 对吧 你省得他中间 对不对 自己给你编到一份数据过来 就完了 是不是 对吧 低这意思吧 低这意思吧 所以确实 你这个地方应该还做一个全线验证 嗯 嗯 对 你就知道就行了 对吧 你去做一下就行 这个没这么难 不用我做了 好了 朋友们 我们呢 from 此时 from 这个web import task handle 然后 在这里 task obj 等一个task handle.task handle 把request 传进去 然后 if task obj. is valid 然后 是不是就是taskobj.run 啊 不是 start 对不对 是不是就这样啊 然后 否则 否则是不是就是 就返回 返回 一个错误了 是吧 否则就是返回的 anyway 就就就就 否则就一会儿这样说走吧 好吧 taskobj.run 有东西吗 没有 好 此时我们来试一下 啊 都没有 没有 没有报错呀 怎么task 没有run呢 isvalid 如果isvalid 不要执行这个嘛 怎么没执行啊 哦 哦 没执行这个 对吧 太棒了 so going to run task了 好 此时 此时呢 是不是往数据库里创建记录啊 好 哎呀 就点了